大小F 早年大S因参院流星花园一炮而同,之后人气暴增篇约不断参演,那很多影视作品发展得非常好,事业上发展得不错感情生活上也很是幸福。 大S嫁给了汪小飞之后,便淡出了娱乐圈在家中消服较此幸福美满,从两人上的综艺幸福三重奏就能够看出,而小F在事业上走的则是主持人路线,以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,将自己的主持事业做得很成功。 只是虽说事业过得不错但是,小F在家庭方面却屡屡不顺,时常被传出与丈夫感情不合,被家暴等消息,让人震惊不已。 不过今天,小编小说的这对姐妹花并非是大小S,而是大家不陌生的杨姨,极其有些陌生的姐姐洋主那这对姐妹花。 提起杨姨或许我们很多人都是多少有些了解的,和蛇师那同为TVB艺人,长相并不出众演技却是不俗。 是一位非常努力,用功的女演员,跟TVB一贯的女主,都是选美出身不一样,她真是靠自己跑了无数个龙套,一步一步的努力爬上女主的位置的,能有后来的成就不容易。 1979年出生的杨姨,20岁的时候,进入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。 再状,袁宋世杰这部剧中出演了一个没有对白的倪花,从此开始,来在一堆剧里面跑龙套的生涯,例如《创世纪》这部《商战剧》中的女秘书,《真行》里的女服务生,还有各种路人假路人蚁的角色。 那时候看剧总能看到杨姨,也算是混得脸熟了,时隔多年之后,杨姨开始在一些剧中饰演女主之一,例如《大唐双龙传》是《宫启案》等。 杨姨后来的表演越来越强演,例如《唐新峰》《宗主吻力》,这部剧当时收拾很好,口碑也很好,杨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以此一炮而红。 许景初更里的表现也还不错,之后在《唐新峰》抱着《花好约缘》,这个是吉里的表现,拿了万千辛辉班奖典里的最佳女配角。 不得不说,杨姨后来真的很会抢戏《宫馨记》,这部戏感觉量身定做达,这部剧本来就是TVB42周年的台庆剧,分量很重,这一角色也的确很适合杨姨。 之后这部《宫馨记》让杨姨再次翻红,传到《内地》之后,《内地》很多观众也非常喜欢这部剧,因此杨姨开始参业《内地》的电视剧,但都迷倒成什么太大的水花。 不过,众人皆知杨姨,却很少有人知杨姨有一个姐姐杨卓娜,杨卓娜入行也有多年主要就是为TVB主持娱乐节目,多部作品,也都是一些无关痛扰的角色。 想与妹妹杨姨并驾齐驱,得她还曾和杨姨在不一神像中同台标戏但,仍是毫无法相一直都火不起来。 不少人都曾表示杨姨长,像普通知情因一部戏,泡儿红,而姐姐长相美丽却总是火不起来的原因想必就是命运的关系,确实,这和运气确实有着一定的关系。 不过杨卓娜即使没有,一年一大火起来,但在主持事业上,也算是小有成就,相信总有一天会遇上一个好的机会因此大火。